电视剧《陪你竹风飞翔》正在火热播出中 讲述了热爱短道肃滑的沈正义不顾妈妈反对 毅然决然走上短道肃滑的道路上 并在邵北生和肖涵及其朋友教练的帮助下 成为黑马,为国争光 沈正义知道母亲当年的遗憾 就是因为和队友配合出现问题而痛失1500米金牌 母亲的遗憾女儿来完成 自从知道妈妈,为何会如此坚决地反对沈正义成为职业选手 沈正义就心痛,想帮妈妈完成心愿 沈正义人如其名,也是妈妈想看到的 从小就喜欢滑冰,并没有因为母亲的反对而放弃滑冰 在如愿成为专业选手之后 沈正义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天才的成长 天赋高,努力拼搏,打破一个又一个纪录 超过一个又一个选手 沈正义的进步让教练惊喜 谁能想到当初庄教练看不上了一个选手 如今会成为竹锋的金牌选手 果然,沈正义的潜能是巨大的 萧教练虽然不是一个合格的教练 但绝对称得上一个合格的心态 沈正义得到妈妈的认可 成为对她最大的鼓励 但男友邵北生的欲擒故纵 却让她一次又一次的心痛 也成为她一次又一次的挑战 好在最后 邵北生和沈正义之间误会解除 两人明白各自的心意 自此 沈正义心无旁骛 专心训练 并成功滑进了两分四十 可以进行战术训练 参加灵云杯 沈正义自从进入1500米战术训练 就开始进行了艰苦的训练 与沈正义搭档的就是朱乐乐 两人虽然是好朋友 但是在天赋这件事上 朱乐乐完全落后于沈正义 沈正义是对里面数一数二的 而朱乐乐是对里面最弱的 两人之间的配合很难达到一个较高的水平 能力强的配合能力弱的 那么沈正义的优势就没了 如果让弱的配合强的 那么弱的得在短时间之内快速提高 这对朱乐乐来说有点困难 而萧教练最开始就打算让沈正义给罗小义打辅助 他一眼就看出了沈正义和朱乐乐两人之间的差距 多次提醒沈正义 但是除了沈正义和朱乐乐之间的问题 罗小义和柳思思之间的问题也比较严重 罗小义一直都有萧教练的特训 所以成绩比柳思思等人好一些 但是根本不得民心 要是别人能和罗小义一样有特训 那么罗小义的成绩也高不到哪去 这也是为什么庄教练成为主教练之后 一直都在强调的东西 公平对运动员来说太重要了 对凌云杯是在必得的罗小义 为了能在凌云杯夺冠 也去和沈正义商量 想和沈正义一起搭档 人算不如天算 凌云杯如约而至 但是小组比赛结果不是想象的那样 罗小义犯规了 无缘决赛 比起沈正义 罗小义做梦都想在凌云杯拿冠军 与于冰林一起较量 可是在这一次比赛中 却连决赛都进步了 这个打击无疑是致命的 曾经是竹锋队的于冰林 成了罗小义最大的对手 让他连决赛都进步了 不知萧教练是否会反思自己 对于运动员是否公平 自己的计划是否有利于运动员的发展 萧教练一直想让罗小义拿下亚洲杯的冠军 可是罗小义连凌云杯的决赛都进步了 拿什么跟亚洲选手竞争 从罗小义的长期表现来看 罗小义是个极度自私的人 他不会从自己身上找问题 自己成绩下降了 是庄教练教的没有萧教练好 凌云杯没有进决赛 是因为朱乐乐给自己拖后腿 事事不如意 自己才没拿冠军 罗小义再这样下去 伤害的就不仅仅是自己了 沈争议夺冠 柳思思格局大 进了决赛的柳思思和沈争议配合很好 两人之间没有所谓的谁辅助谁之说 而是谁优秀 谁就可以拿下冠军 为竹锋拿下这份荣誉 柳思思在小组赛中以第一的成绩脱颖而出 比沈争议的成绩好 但是那是小组赛 他们真正的对手都会在决赛中相遇 柳思思的速度和耐力都不如于冰林 这一点教练知道 柳思思也知道 就在这时 柳思思把最后的希望交给了沈争议 沈争议信子也 她之前也赢过于冰林 柳思思这样做格局瞬间打开 要知道这可能是柳思思最后一次参加比赛 能把集体的荣誉放在个人荣誉之上 真是令人佩服 这才是真正的运动员 果然 收到柳思思信号的沈争议奔起直追 最终以微弱的优势赢了于冰林 为竹锋赢得凌云杯的冠军 这种结局真得是太解气了 庄教练很欣慰 自己的努力没有白费 他当年的遗憾也终于可以解开了 他带的队员好样的